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BaseShell的一个继续的编程 BaseShell编程的话 比如说你会的输入输出 知道它的执行方式 知道它的这个 就是说知道它的这个结构怎么样 就是说警感 开头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说执行方式 还有就是我们的输入输出 还有就是交互了 就是BaseShell脚本交互了 还有就是说 Shell脚本的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上级课讲的 对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撇开这种 比较紧张的那种心理 你觉得编程好恐怖 我记得很多人 他在学这个东西的话 都会觉得编程好恐怖 实际上没有那么麻烦 那你只要把这个琐碎的东西 计算就是记清楚的话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又是一些琐碎 但是我们上节课 已经给大家讲过这些琐碎的东西 所以他实际上是要脚本的话 我们说就单纯从是要脚本 编程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实际上已经讲过一堂课了 尽管说第一章到第十三章 都是在给大家讲什么呢 是要到底怎么用 怎么用高效 是怎么样一个习惯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现在的话实际上讲是要编程 单纯的是要编程 已经讲了两个 那一堂课大家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要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的话 再给大家介绍一些额外的命令 不要循环 我们上节课讲的printf 对吧 对 read 命令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看 比方说这是一个平保 Linux里面平保特别搞笑 就是各种各样的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true or false的判断 true or false的判断的话 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中号 我们说中号如果ABC这样的去说的话 就是说文件名当中包含的A或者B或者C 是吧 那这样加上空格的话就不一样 true or false 那么你说这样的话 我直接回车的话会怎么样呢 嗯 那你是不是用中号进行了一次true or false的判断 对 那你反馈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 很怪益是吧 那谁问谁的话都怪益 但是你要知道ABC是不是三个字母 这三个字母的ask马是不是都是为大于0的数 那么这时候他反馈的值就为true 你知道吧 他这样一个基礼 那你说这样的 那我怎么知道反馈值为true I call一个什么 dollar 是反馈值为true 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 这里面为空是不是 对 空的话呢 你说true or false 那他就认为是什么 false 是虚的是吧 去假的 那么这个时候true的话呢 就是大于0的数 那么如果要是为false的话就是空的 嗯 明白了吗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们用true false就是判断的话 他可以判断的面是非常广 你当然你可以判断什么呢 dollar user dollaruser是不是取出user这个变量的值 这个值如果要是为什么呢 shack的时候 那么就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为shack的话 那他就为true 如果要是不等于shack 是其他字符串的话就是说false 一般的话字符串的话 我们用双眼号引起来 我们说双眼号和单眼号的区别 还记不记得 嗯 什么区别 呃 单眼号是 呃 只有空格的特殊意义被取消掉了 嗯 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呢 里面的特殊字符的话还是特殊字符的意义 对吧 是不是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样的双眼号把这个字符串引起来 那这样的话你一回车 那说 哎 把这个dollaruser这个user这个变量的值取出啊 它是shack吗 如果是就为true 如果是不是的话 它就是什么 false 那我这样的iq 那你说是 是什么 这个值为多少 零 零吗 你现在user是如此啊 啊 你刚才user如此是吧 那么一 嗯 对吧 对 如果要是这个值为什么 如此是吧 嗯 那你如果要是有这个双眼号和没这个双眼号 实际上是一样的 嗯 为什么一样呢 因为双眼号不是把空格的特殊意义拖去的吗 嗯 对 但是如果要是你后面 那你这如此是不是没有空格啊 没有 如果要是你这个字符串当中有空格的话 嗯 那么你就应该加双眼号了 嗯 或者单眼号 明白吧 那么这样的话是如此吗 那你iq这个值为什么 是吗 这个回撤下去以后 反归的值应该为是零 明白吧 那么如果要是前面这个值 反归的值为 true的时候 那么加两个and的符号 表示前面反归值为零的时候 我就执行后面的 嗯 对吧 对 那么两个and的符号是表示什么 前面为 true的时候 那么就执行后面的名义 那么后面是什么呢 hello root 是吧 直接回撤 那他说hello root 嗯 那么如果要是我这样的 如果要是为shack的时候 他就不执行 嗯 对吧 对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 而这种判断的话 在整个的摄像脚本里面 特别多 上次我们给大家看到了 对吧 嗯 再给大家看看 vi etc rc.b当中的rc.sys 应该是吧 就是我们系统出发 叫吧 对 刚才还打开了 嗯 我们都把redhead 变成greenhead 对吧 打开它 那我们看这里面 看一下啊 好多的 但是他现在都是用if了 如果不用if的话 实际上也可以 我看到有不同if 看到吗 是有种的啊 嗯 这里面只为true的时候 就执行后面这个 嗯 如果要是ifalse的时候 就不执行的 嗯 怎么样吧 明白 啊 OK 那么现在我们这样搞清楚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 啊 这个地方我画为true的时候 那么就执行 这是是不是一样的 嗯 对 那么 但是他那个地方的话 他这样判断 他加了个什么 -x是吧 -x是吧 -x表示呢 你指定的后面这个路径的这个东西啊 它有没有x权限 嗯 它不管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只要是有x权限 那么就怎么样 -x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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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有x权限 嗯 对 是吧 这是一个目录嘛 目录一般没有x权限的 对 但我给它指定一个文件 -x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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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吧 那么所以的话我们说 刚才给大家讲的 我说如果判断的时候 -x表示可执行 是吧 是不是有可执行权限 那么-r的话是什么 可读 是吧 -w是不是可写 -x是可执行 然后呢 -x权限 -x是表示它是不是一个普通文件 -xd它是不是有个目录 对不对 对 还有呢 -x什么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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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lock型的设备文件 然后-b 然后还有-c 是不是一个自分的设备文件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 那么用中国话来看到 说-b 在DV目录下是吧 是否有个HDA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文件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就执行什么 说echo 说什么 you have 然后说 Ide Ide Devices 是吧 我们回车 那么它现在没有 那我现在变成 SDA 然后如果要是有SDA的话 那我就说 sigasi 说 那你看 它这边 这是不是一个 blocking设备文件 如果设备文件有的话 那就是执行社什么 你这边有个sigasi设备文件 那我如果把这两行的话 放在一个试药脚本里面 是不是它可以自动判断出 你这边是一个什么文件 有什么文件 对吧 那经常都是这样做的 那还有一种用法的话是这样的 那比方说 每一个雷克系统 它都有几千个包 就几千套软件 那你装哪些 是不是它不能确定了 那它能不能确定说 我要装apache的时候 apache需要一个包 这个包的话你没有装 对吧 那它就强制装 是不是就不行了 那么于是的话 它事先要判断一下 这个包有没有装 是吧 它可以判断说什么呢 说 如果要是在某个目录下 usr下的 sb目录下 sb目录下 是否有个hpd的这样进程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怎么样 echo说什么 说 pullis install hpd again 是吧 再去装一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要有的话 它就说这个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它就直接装了 嗯 是不是 对 如果要有的话 不是fault 这样呢 加上 这样看 我就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说 说 请你重新装这个hpd 然后呢 用刚刚fault 这个option 对吧 对 那么如果要是 你 你如果要是这样的 并且的话 让它去执行一下什么呢 再加个and的符号 再加上and的符号什么呢 exit 就退出当年的seal 嗯 那这样的话 一回车 是不是当年seal就退出了 对 那么否则的话 就让它在下面 再去执行一个什么 否则的话 再去执行一个rpm -ivh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 嗯 -f 它不存在的 是不是fault了 对 fault后呢 这一串是不是都不执行了 对 不执行了以后呢 就直接rpm-ivh 啊 httpd 然后什么什么 drpm 嗯 这样它就直接执行了 直接装了 明白吗 明白了 那这样的话 我把这两行 我把这两行放在一个seal 脚本里面 嗯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自动来判断 嗯 对 啊 这个的话是非常方便 明白吧 明白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中个号的话呢 就是true or false的判断 嗯 那你想知道这个-f -r 什么-w -x 这些东西 到底还有些什么 或者各自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可以去看 man 是吧 那我在这边执行什么呢 查找-w 是吧 -w 是否这个文件是可写的 是吧 -t 它是否是个文件 是一个fd的设备 然后-s 是不是一个网络类型的设备 是吧 对 然后呢 不对 -s的话是表示它是否大于零 -r的话是否可以读 -p的话是不是一个就是说网络 那就是那个管道类型的文件 -k的话呢 这个文件是不是有sticky -h的话是不是个软链接 -l的话是不是 -l的话难道不是吗 -dash的l是不是个软链接 那么-dash的s是个socket的文件 所以它在这边能找到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刚才做的这些运算符的话 都是能查到的 -嗯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都是告诉大家怎么可以鱼 是吧 鱼的话就是什么 那个鱼猎的那个鱼 是吧 这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能讲一个单纯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一定要什么呢 -你要会什么 -自己去找 -嗯 -是不是 -嗯 -如果要是你自己的话去怎么样 -只要一条鱼的话 -那么你这个鱼吃完以后该怎么做 -嗯 -那就不会了 -对 -所以的话呢 -这点是最重要的 -嗯 -你要先看到一个小鱼 -哎 -这个东西对我有用 -是吧 -然后你还要学会什么 -自己去鱼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非常重要 -嗯 -OK -我们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 -这种运算符的话呢 -这回是彻底的给大家交代了 -嗯 -对吧 -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 -你再看F的话呢 -就会简单很多了 -那么F的话是这样的 -F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语句啊 -你在编个脚本的话 -可以编个语句 -像是VI啊 -B -我这样呢 -CD到我们的这个 -DDD到中去啊 -VI -我这边的话是要有个习惯的 -因为的话 -你在每个目楼下弄得乱七八糟的 -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到时候你重新启动的时候 -你这个系统有可能做一个生产系统 -做生产系统的话 -你拉一下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经常的话是骂我们的那个编程者 -他呢 -在我的机器上 -我维护的机器上 -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 -结果他不把这些目楼删除掉 -那不就是给黑客做了这种漏洞吗 -是吧 -所以他呢 -一定要在指定目楼当中 -他去做这种操作 -不能随便去 -随便去搞 -那我在这里面 -那他先把这个删除掉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去这样 -如果是 -你的这个 -比如说Dollar -AIA -然后呢 -是等于什么呢 -Shark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说 -你这样的和分割开的 -Yan说什么呢 -说 -那么你还可以什么呢 -如果要是另外一个条件 -如果要是这个Dollar -AIA -等于root的时候 -那么我去怎么样 - echo -哎 -错了 -上面错了 -直接hello -echo -hello -一般来说的话呢 -这个缩进的话 -要缩一下 -那么再有呢 -就是else -再有呢 -else -else是什么呢 -算了 -不要骂别人 -这感当号放这边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一般呢 -如果要是你单纯的话 -就要去输出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加个单也好 -嗯 -你感当号的话 -记不记得是运算符 -对不对 -是吧 -对 -然后呢 -他不一定给你调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if开头的话 -fi结尾 -嗯 -那么保存在出 -啊 -错了 -你在前面的话可以read read -我就直接AA了 -我就不打印了 -嗯 -那我就执行币 -执行币 -那么我输入了吗 -shack -啊 -哎 -house -错了 -错了 -呦 -难道我 -难道我的脑袋都出错了 -我脑袋错了 -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通常因为你的这个设置有问题 -我刚刚写的话肯定是写错了 -这个地方他应该是加上then -少了个then -那是hello-shack -是吧 -如果要是这样的说一个root -那就是hello-root -如果输入任何其他的 -他说 -是吧 -回远点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呃 -B这个文件的话呢 -我刚才就少了一个then -是吧 -然后出错了 -但是你看这个边的话 -你能看出来 -他是说少then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是吧 -那怎么着 -没办法 -你就仔细去看一下 -F的语法 -那么你在这样的 -最好的 -就是说这里面的话 -我刚好给大家讲一下调试 -那你调试这个脚本的话 -你怎么样呢 -你可以这样的 -执行B是吧 -然后呢 -V是表示呢 -我要去执行 -我要去执行这个B这个脚本 -但是呢 -我要把执行的过程的话呢 -给我可见 -那么直接就回车 -他告诉你说什么 -第一行的话 -没什么好说的 -他说 -我现在要执行read -是吧 -然后就执行一个这样一串值 -是吧 -那么直接回车 -他说 -如果是他现在要执行这个语句嘛 -对 -这个语句 -然后执行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这样一串东西 -你还想 -你说还是调 -还是调试不出来 -他还是出一个错 -你现在最起码知道执行这个语句的时候 -他出错的 -但执行这个语句 -到底哪出错 -还是看不出来 -那加个VX -直接回车了以后 -他就说 -我现在执行这个语句是吧 -但是我把其中的变量都已经替换过了 -那么实际上这个语句的话 -没有所谓的变量 -那我直接执行个shack -对吧 -对 -输入shack -输入shack以后 -他说 -我再执行这个语句 -是吧 -但执行这个语句的话 -我执行的结果 -就是把这个变量的话 -把这个shack的变量 -是复给A了 -对 -付给A以后的话 -我是不是要执行这一行 -那执行的结果 -你看看这边是不是把这个shack -已经给换过了 -换过了 -也就是执行这一行的时候 -当时变量是什么 -那么这边加号的话 -是wantt用的 -对 -贴用了以后 -看这一行的结果 -是执行的时候是这样的 -然后没有输出是吧 -对 -然后接着的话 -它就输出这一行 -执行这一行 -执行这一行的时候 -结果是这个 -明白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调试你的系统 -就非常方便 -也就是你就是用什么 -vx -调试就非常方便 -所以-v的话 -是看执行了哪个语句 -那么加上x的话 -就是执行这个语句的时候 -各个变量的值 -也帮你显示出来 -然后并且把你 -就是最后的结果显示出来 -所以的话 -你要写个几万行的bash -那也是非常方便 -去这样的去写的 -也非常方便 -但是你这样几万行的bash -这样写出来以后的话 -它也是最终怎么样的 -它跟你写这样几万行的bash -那么哪一行出错了 -你是不是可以vx完成来调试 -这点的话在c元当中就不可能了 -c元的话你必须得专用专门的调试器 -就是调试 -设个断点 -当时怎么样的话再怎么样 -因为它是二定制的程序 -这边的话是一个什么 -这边是纯根本的 -那你可以看它整个的过程 -明白 -这就是-vx -刚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 -调试技术 -这是流程 -流程当中判断的第二项 -第一项的话是方个号 -对吧 -第二项的话是什么 -if -实际上if -if的话也是什么 -方个号 -对吧 -对 -if也是方个号 -那么常见的语法的话呢 -是这样的 -cut一下b的话就清楚了 -那么这边的话你可以做多重的选择 -你也可以if -是吧 -对 -然后then -是吧 -然后再什么呢 -再fi -就结尾了 -或者什么呢 -if -then -然后再加上什么 -else -就完事了 -也可以什么的 -if -then -然后再 -lf -还可以再加个lf -你再加多个lf -你刚才说如果要是等于shark的时候 -你怎么样做 -等于root的时候 -怎么样做 -等于什么呢 -等于tort的时候 -怎么做 -等于tort的时候 -等于tort的时候 -怎么做 -他们都是什么 -lf -lf -你可以加多好 -没有吧 -你可以判断多次 -但是呢 -这样的话呢 -你判断多次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专门的命令 -专门的命令的话呢 -非常简单的 -VIC -它呢就是说什么 -当然我们说 -塞要脚本的话 -都已经赶头和开头 -是吧 -对 -并且呢 -这个的话呢 -盯行这个规则的话 -是有好处的 -因为的话呢 -你的kern -有些kern -他要执行 -直接执行这个shel的时候 -没有当前shel的环境 -他可能就知道 -找哪个角色 -去演这个 -演这个脚本了 -对吧 -那么现在这样的话呢 -是希望大家能这样做 -这是标准的 -好的 -不会出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 -那么现在我要用一个CASC -CASC -那么今天的话 -你可以 -还是执行那个 -read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输入第一个字不串 -那你要说 -印什么呢 -shel的时候 -加上一个括号 -加上一个括号 -那么如果为shel的时候 -那你echo什么 -hello -shel是吧 -嗯对 -然后呢 -你可以 -你这行如果没有结束 -你可以再查一行 -嗯 -说echo -嗯 -nice to meet you -是吧 -嗯对 -嗯对 -算了我就不肉麻 -那么你最后可以两个 -两个封号结束 -嗯对 -然后呢 -你在为root的时候 -那么上面那个变量 -在为root的时候 -那么再去执行一个 -操作 -echo -hello -root -echo -i miss you -so much -那么实际上的 -这两个 -两个简单号的话 -是一定要有 -然后呢 -你还 -你也可以跟他同行 -嗯同行 -然后呢 -这边的话 -你要说 - others -全部的 -所有的其他的 -那你可以一个新 -那么说什么 -echo - here -是吧 -嗯 -好 -公开 -是吧 -对 -然后呢 -以一个cse开头 -以一个esac结尾 -刚好把它反过来 -嗯 -那保存内出 -那么我这样的执行 - bash -c -是吧 -对 -错了 -bash -然后呢 -点-杠-c -是吧 -对 -然后他等待 -那样也行 -然后这样的话 -等待他去执行 -那么说 -shack -他说 -不对吧 -可能是不能加空格 -不能加空格 -我总是忘了 -不能加空格 -我说了shack -就让我滚了 -是吧 -然后呢 -这样的 -啊 -shack -哎 -还是一样 -太强了 -嗯 -这不是我的问题了 -不是我的问题了 -不是刚才我想的问题了 -是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 -没有取出这个变量的车了 -没有 -到了 -没有dollar -取出变量的车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看一下 -加空格应该也行了 -加空格应该也行 -保存退出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执行它 -是吧 -shack -它是什么 -rollshack -是吧 -对 -我把这个-vx去掉 -shack -是吧 -如果输入root -是不是就直接 -miss you so much -是吧 -对 -太想你了 -是吧 -就是这样了 -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多重的判断 -你当然这边的话 -你不用if来一个 -一个if -一个if -你要创那么多 -LF -LF -很烦是吧 -对 -所以直接这样一个case就好了 -对吧 -对 -所以你看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当然的 -if的例子太多了 -etc的 -rc.d当中的 -rc.sys -是吧 -那么if的例子太多了 -这全都是if -是不是 -if -是吧 -对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case -说vi -etc下的 -rc.d当中的 -iit.d -是吧 -当中的 -比方说hdpd的 -其中交文 -那你看这里面的话 -是典型的 -倒着都是 -其实这些东西都非常简单 -你看它有文本文件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减完这个的话 -非常简单 -这是定义了什么 -定义了两三函数 -你看到没有 -这括号不是说生命换数吗 -star函数 -star函数 -当你说star的时候 -就是执行这些命令 -你看到吧 -那么你看 -你看 -case -dollar1 -是不是有了 -dollar1 -是不是刚才我们有那个 -说的那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如果第一个参数的话 -为什么 -为star的时候 -那么就执行star -那你说这个star是哪的 -就刚才我 -声明的那个star那个函数 -现在不是个star函数 -就执行这个 -明白 -那么如果要是 -你的dollar1 -就是你的这个后面的变量 -后面的变量 -为什么stop的时候 -它就执行stop的那个函数 -如果要是standard的话 -那执行standard函数 -对 -然后我们就这样看 -那么你现在这个脚本 -我不vi了 -我直接的话在这里面 -去输入它的路径 -是吧 -加上一个什么start -是不是它这个执行start -如果执行restart -是不是就先start -然后再stop -先stop再start -再start -是吧 -这个时候它就自动判断出来 -你后面这个dollar1是restart -那么dollar1是restart的时候 -该执行什么呢 -dollar1是restart的时候 -是不是先执行stop的按数 -再执行start -这是不是就连在一起了 -简单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呦 -我怕死了 -这个是要将的time -它是编程 -是要脚本都编程 -实际非常简单 -你只要不是要passen -pro这些东西 -你再学passen -或者再学pro -实际也非常简单 -只不过它是任外套语法 -实际你在学完联动词以后 -你对什么样的系统的管理 -或者维护的 -实际都不会太安法了 -很多人看 -就是因为 -你比方说我们学c元 -你学了c元 -学了一段时间 -你什么时候能编成一个特别大型的成绩 -编成个windows出来 -很多人 -所以当你在学了很多东西以后 -当然是很难去立刻看到一个效果 -但是是要编成不一样 -你学了一点 -你就可以编成一个 -自己知道那一点的话 -你自己知道那一点 -编成个实际的东西 -是吧 -对 -OK -那就是说htvd的这个 -启动加本 -就是你的cse -立刻就可以用上去 -对吧 -然后我们看 -这是条件判断 -条件判断 -那比如说条件判断 -这些是吧 -那么两个数冠的话 -表示前面的值为false的时候执行 -前面的值为true的时候反而不执行 -是吧 -这跟两个样的是刚好相反的 -这个我们上次会有讲过 -上一章讲过的 -对 -然后呢 -ifcse -是吧 -那么这边的话 -你可以再看一下 -那么中号当中 -可以判断为true和false -但是呢 -我这边的话写错了 -应该是说什么 -中号两端加 -加控罗 -才会出了false判断 -不加控罗 -那是文件名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加控罗了 -这边也加控罗了 -那么-f是表示 -这是一个普通文件 -e是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等等 -是属于当前的 -大欧 -是属于当前的用户 -是否属于当前的用户 -等等 -那么这边的话 -你看这边用firm -nt就是说比它宁 -ot是old -是吧 -比这个旧 -你可以这样判断 -你说如果要是这个文件 -比这个文件新的话 -我就背负这个文件 -如果要是反过来的话 -我就背负另外一个文件 -谁信我背负谁 -是不是非常方便 -对 -在这里面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的文件的一个判断 -g-那表示它的gid是sgid是否被设置 -等等 -那么sgid这些位置 位的话 我到时候再给大家讲 -eq是表示数值相等 -e表示不等于 -那么感叹号的话 还记得我们是求 就是说我们是找这个 你看啊 -感叹号的话 是不是我们说上一条命令 再给我执行一遍 对 -对吧 -上一条命令再给我执行一遍 -他执行了vi了吗 -上一条命令再执行一遍 -那么感叹号加空格就不一样了 -感叹号加空格的话表示求法 -你说这个文件的话是否存在呢 -并且的password是否存在呢 -如果存在的话 -那为true是吧 -那么我就执行什么 -执行后面 -echo -true -是吧 -对 -true怎么行 -就这样的意思吧 -对 -然后呢直接回车 -但是他不回 -他不输出处 -为什么 -前面加个感叹号 -感叹号加个空格表示求法 -那么就是说 -他没什么 -false了 -他被false了 -这边感叹号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感叹号是 -true or false -刚好颠倒 -所以加这个感叹号的话 -你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用 -非常方便 -这边就是求法 -OK -那么再继续过来 -那么这边是 -ne就表示了 -不等于 -那也等于什么呢 -也相当于感叹号 -加上个等于 -也不等于 -那么大鱼 -大鱼的话呢 -GT -那为什么不能用大鱼号呢 -大鱼号是输输重用相机的 -所以他不能用大鱼号 -小鱼的话 -LT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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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是什么 -GT是通用电器 -是吧 -开玩笑 -就是GT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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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就是说等于是吧 -那么就是说GT -然后LE的话就小于等于 -对吧 -对 -为空 -这个为空是非常重要的 -Z为空 -你这个变量为空的时候 -我怎么这么做 -这个变量不为空的时候 -我怎么这么做 -那么为空的话 -这个变量没有设置过 -或者这个变量 -它就为一个空值 -对吧 -所以-Z的话也非常用 -不为空 -N -不为空 -N -所以的话这里面的话 -你看 -这边的话 -Tri-House的判断的话 -就写错了 -因为加空额 -因为大家算看不清楚 -实际上它也加了空额 -当然也没看清楚 -这边的话应该完全加了空额 -加大点 -Z -Z -Dollar -这边就是这个变量为空 -这个一定要记住 -经常的话去判断的 -你比如说 -等一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的话 -我想帮大家去判断一下 -HTDPD -就是Apache是否重担运行 -如果重担运行的话 -杀掉了 -你写错了 -我看脚本 -那我VR一个什么 -C -VR一个什么 -VR一个 -D -那么现在的话 -判断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Apache正在运行 -那我就杀掉它 -如果要是没有再运行的话 -那我就直接退出 是吧 那么于是的话 我是这样的 -除了法子判断 那么-Z -PGREP HTDPD PGREP的话 是把HTDPD的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PID显示出来 那么我呢定一个变量 AA这个变量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反引号 先加一个双引号 先加双引号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反引号 也就是A这个变量的话呢 是等于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吧 如果A这个变量的话呢 为ballerAA的话 是吧 对 为空的话 如果AA这个变量的 这个值为空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M呢 说Echo HPD 是吧 Is not Running 是吧 那这边的话 感叹号 怕的话 你还怕吧 那么加上个单一号 不要加上一号了 Echo这样的一个单一号 就说HPD not running 是吧 对 然后呢 否则的话 然后在这边的话 再加个and符号 再加两个and符号 就直接怎么样 EX3D退出了 是吧 然后呢 我这边的话 否则的话 我就怎么样 forI 这是一个for循环 Bin 什么呢 ballerAA 也就是说HPD 它可能一堆进程 是吧 那么这边的话 就是怎么样呢 do do和dum之间的话呢 是个循环 然后呢 我就什么 Q 杠9 $I I的话 是不是一个变量的名字 把这个变量的值取出来以后 是不是有一大堆的数字 那么它呢 就做一个循环 I的话呢 取第一个PID 再取第二个PID等等 那么这样呢 一个一个来Q 那么这样的话 然后呢 再去 我现在的话声明一点 我不能判断 它是我能杀掉 因为你杀掉一个HPD的话 它的母进程会再克隆一个出来 再fork一个出来 所以的话呢 我不一定能完全杀掉 那么我这样的 最后的话 我再怎么样呢 Ico Ico 说什么 HPD is Q 是吧 然后呢 这样就退出好了 保存退出 然后呢 这样执行 A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 X B 是吧 然后执行 执行B Too many 太多了 你看 这是一个常见错误 那么这个常见错误 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它把那个 这个Dollar取出 A的值来 你看 我比方说去 我比方说去 把这个值的话 这样的复制下来 那我去执行它 你看 我Ico $A是吧 嗯 哎 为空 是不是这样一串 PID 对 那现在不为空了吧 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看到这个地方 呃 就是说你为了避免这个回空置的时候 它出错 是吧 嗯 那你应该的话在这里面加个双一号 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出错了 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个提过 就是你求出变量的值来 这个变量值 你看 我不加这个双一号的话 你的双一号的话 你的双一号值是不是有空格啊 嗯 对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摇乱了你的语法 嗯 是不是摇乱了你的语法 那么就是抓双一号以后的话 这个是不是变成一个走穿了 嗯 这样的话就不会给你的语法有冲突了 是不是 嗯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再去 呃 能明白吗 能明白 这样一串值 这是一个数字 嗯 是以空格为结尾的嘛 对 但是如果要你把这个数字 数字的话拿到这个D文件 你看 如果这一串数字 是吧 嗯 这串数字 放在这个地方 没有加双一号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怎么样呢 杠Z 就这样 杠Z 一颗一颗 你没有加双一号 那它就是这样的 对 就这样了 嗯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你杠Z 相当于杠Z 的话只真的这个了 嗯 对 这个完全是 肯定为处了 嗯 肯定为处 对 是吧 后面这些怎么办 那也为处 嗯 无缘的为处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倒是 为处倒是正确的 嗯 但是呢 它会扰乱你的语法 那这些 因为这些空格的话怎么样 它不能当中认算符 对 所以它你加一个双一号以后的话 会怎么样呢 就相当于这样了 拖去 对 就相当于这样了 加一个双一号 把它引起来 把后面这一串东西的话 全部当成一个字符串 那这个字符算为空 如果为空 那反为之为 为空 反为之为 如果不为空 反为之为 false 是吧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就清楚多了 嗯 否则的话 你永远为 true 嗯 永远为 true 你说这个东西为空吗 不为空 是吧 对 它按理说应该 反为之为 true的 是吧 对 那结果你中间的话有这么多数字 还记得我说大于零的数字都是 true 嗯 对 是吧 那这会是扰乱的语法 所以它一般的我们这边写起来的话 即便我刚才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我这边加改正了 加双一号 嗯 引起来 没有没有 那现在我们看 现在能不能刷掉呢 我这样点杠什么 D 是吧 那点杠D 这样的直接Kid 是吧 Apache已经被Kid掉了 那我这样的PS AX GREP 什么HVD 那现在看 Apache是不是全部被刷掉了 嗯 没有了吧 对 剩下一个进程是我自己这个自身这个进程 嗯 Apache全部都刷掉了 那么假如说 这个时候我在运行的地 说什么 Apache No Learning 嗯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我如果要说Series HVD Start了以后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再去看 这个时候它应该有一大堆进程 对 是吧 那这时候我去杀杂它 Kid掉了 嗯 然后再去看 是不是都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用这个D 是不是很方便的 就是Kid掉你的进程 对 那这边的话 好玩不好玩 嗯 好玩不好玩 嗯 所以呢 一个不懂的人 他呢 直接去看这个东西 哎呦 好难啊 那经过我们的这几个小时 都这样的不断的去给大家 实际上算起来也没多少个小时 嗯 但是对你的 一生来说啊 你有些东西的话 别人不给你点 你是过不去的 嗯 所以必须得要 经过这个 呃 就说 把它首先贬低了 什么东西你学会了以后 你就觉得它 没不值钱了 嗯 但是你要是在底下 你要不懂的时候 你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命的东西 嗯 所以呢 经过我们这样点拨了以后的话 你就能把它掌握好 嗯 明白吧 明白 OK 那这个就搞清楚了 那么这里面的话前者到了一个小循环 小 那你后面不一定是I啊 可以是其他的 你刚才说这样的 我可以这样的 我可以再写一个啊 我再写一个什么呢 再写一个 E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也是井 是吧 港大号 然后呢 对应一下呢 是吧 然后呢 Fall 啊 你可以不用I 你可以什么 A1是吧 In什么呢 In 后面一个 后面的话 要是什么 呃 刚才我是一串东西 是吧 那我可以A1 啊 A1什么呢 1 A1 22 33 是吧 这样的 你就把它以控制的话呢 放到后面 对一个循环 Done什么 结束 Done和Done 之间的话是循环体 嗯 说什么呢 Echo Dollar A A1 对吧 对 那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呢 就会说执行三次嘛 因为你后面的话 有三个 三个数值 嗯 那么他就说 取A1 取第一个数值的时候 执行一下这个命令 A1取第二个数值的时候 再执行这个命令 再取第三个数值 再执行一下 那我在这边的话 我再加上一个什么 我再加上一个 呃 比方说 ETC下面的 呃 然后说 ETC下面的 我想哪个文件比较有效一点 然后说这样的 profile 点D当中的新点SH 这个我们刚才见过 嗯 那你看 导致退出 现在我这样CatE 很简单吧 对 那我这样执行E啊 CHMODE 大家呢 在执行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如果要是出 就是如果要是呃 如果要是觉得太快的话呢 你可以按下反庭 仔细看一下 嗯 那执行E了 嗯 112233的话倒是出 这是和所有的意义是吧 结果的话 哎 这个文件是不是也也出来了 嗯 对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面的话 新点SH 还记得新是运算符吧 嗯 什么运算符 所有的这些文件 全部加X圈线 那比方说我把这个地方 删除掉 是不是啊 对 批量的给一大堆这样的文件 全部加X圈线 CHMODE 加上X 嗯 可以啊 可以 那每个文件是不是做一遍 嗯 对 好用吧 嗯 嗯 那就是Fall循环 所以Fall循环的话呢 它不止可以做多少次循环 还可以呢 做这种 对这 某种文件的话 批量进行一串操作 对吧 包括我们刚才那个 呃 D 是吧 对 把那个PID 就PGREP的话 把HDPD的PID的话 显示出来 嗯 那你要直接执行它的话 就这种效果 对 把Apa就启动起来 那呢 直接执行它 那就是一串这种命运 那就说呢 这些的话 每一个 那么执行一变什么呢 Q-9 Q-9 因为的话 它把这个变量值取出来了 嗯 就相当于把这串东西 放在这个后面了 嗯 I-In它的时候 那每一个的话就Q一下 每一个都Q一下 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方便了 嗯 好玩吗 嗯 好玩 啊 大家的话 如果没有看明白的话 仔细看一下 啊 没有看明白的话 仔细看一下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这个地方的话 啊 Aa这个值 然后等于把它们的pid 全部都写出来 就反应号 这个地方反应号 外面是双一号 对吧 对 然后这样值 出完以后的话呢 就是一大堆的pid嘛 把这个pid给了Aa了 嗯 给了Aa以后的话 Aa拿到这个值 那么 就放在这个地方 相当于把这些数值的话 放在I-In什么 这些数值后面 然后每一个的话呢 取第一个值的时候 执行一遍什么 q-9 然后呢 这个pid 是吧 然后再去一个一个来执行 那你说我要去怎么样 我想看一下 我想把siris这个启动起来 然后呢 我去怎么样 呃 我去这样执行一下 dash-vx 我想看一下它的过程 是吧 D这个脚本的过程 是不是它就这样 4I-In什么什么的 一个一个去执行一下 对不对 对 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清楚 嗯 那执行这个脚本的时候 是吧 对 执行了12345多少遍 是吧 对 非常简单 那么Fall的话 这个循环的话还蛮有意思的 那么现在的话 我想让你做一个循环 循环100次 嗯 那你是不是要把100个数 放在后面 100个数 不通了吧 对 你感觉头疼吗 嗯 当然这个的话是产生 100个数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它是专门产生100个数 所以的话你想让某一个东西的话呢 去呃 做100次的时候 你这样 VI 把E 在这里面的话呢 4I AA 英什么呢 这边加上一个反引号 SEQ 1 空格 100 是吧 嗯 把他那里出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执行它就好了 是100次吧 嗯 对 是吧 然后呢 如果每秒钟一次 SEQ1 空格100 就表示从1开始到100 嗯 一个一个的话产生100个数字 是吧 对 那我现在这样的 呃 每 每当我APPLE一下的时候 我就怎么样 Sleep一下 Sleep也是一个命令啊 嗯 Sleep1就表示休息一秒 嗯 一行当中是不是有两个命令啊 对 所以我用分号分开啊 如果要是你不用分号分开的话 那你就这样的 回车一下就好了 那这样的房子再说哎 还少一点啊 如果要是你想让他连续去做的话 那你就这样的 杠恩 不要加回车 那么这样的双一号 加个空格 再加个双一号 嗯 对吧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杠恩 不要回车 呃 就是不要 不要回车 不要换行 嗯 取称他的直来 是 遭遇控格 也就是一的时候呢 打印一个一控格 然后呢 休息一秒 再打印二控格 再休息一秒 明白吧 明白 好玩吧 好玩吧 你想让他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嗯 这堵秒是吧 对 极其中要爆炸 一百秒后一较大 或者一百秒钟之后的话 你要做些什么什么操作 嗯 如果啊 你要是直接这样的 嗯 一百一百秒后的话 这个进程的话才会结束 嗯 啊 明白吗 明白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Fall的循环 Fall循环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很 就是Fall循环的话是其中一种 刚才我们引出来了 嗯 就是Kiss 就是CSE开头是吧 对 那ESAC结尾 呃 Fall循环 Fall一个变量 因什么一个数组当中 然后执行度和当之间的循环 对吧 对 就是刚才我们给出的例子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非常简单啊 这边的话是Fall I因什么什么的时候 那么下面之后是个well循环 下面是个well循环 也是一个循环 well和 嗯 和另外一个的话 until 都是循环 嗯 也就是他们两个的话 也是另外一种循环了 嗯 那么 就well循环和until循环 实际上都是换套不换套 非常非常相似的 他也靠 true or false来判断 那么 就是说他们两个区别在于 一个是false的时候 为循环 那来循环 一个是处为循环 那你听的话可能都是有点 晕是吧 Bi 一个F 那看一下 well循环 well的话是当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 为true的时候 那你做循环 那么well你刚说 呃 你刚说 呃 well 然后加上一个说 i啊 如果要是 l-lt100的时候 那么我这边执行一个什么呢 do和dum之间的循环 是吧 对 那我这个循环内容是什么呢 啊 i等于 我要进行算数运算 dollar中括号 dollari加上1 嗯 是吧 对 这个dollar中括号的话表示我要进行算数运算 嗯 看到吗 嗯 好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表示我要进行算数运算 嗯 是吧 对 那么dollari的话是不是求出标dollar的变价值了 对 然后呢 让它加上一个1 嗯 这个i如果要是觉得比较小的话 或者变价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加上一个什么 i好了 三个i 嗯 然后呢 这边是三个i 这样的话就是说i这个变量等于我要进行算数运算 取出取出边i的值来我加了1 那么在之前的话我这样的 然后呢 rii这个变量我等于0先 嗯 对吧 设置章等于0 然后呢 执行well这个循环 然后呢 我去i 对吧 干完的话是不回车嘛 嗯 是吧 求出到了i的 那么最开始一个循环的时候 i是不是等于0啊 对 等于0的话 它肯定是小于100的 嗯 later2 对 小100 那么啊 这个地方又错了 dollar 对 求出到了值了 那么呃 0是不是小于100 对 0小于100以后 那么让i等于什么呢 0 是吧 对 加1 负于i 嗯 那这时候呢 i的值是不是为1了呀 对 那么我echo一个1出来 是不是啊 对 1控制了 然后它再是不是再一个循环 嗯 这时候i的话是不是等于1了 对 1是不是小于100 对 那么再给它什么 i这个负值 把1加1是不是等于2 对 那么等于2 然后呢 再去echo 嗯 二 控制 是不是啊 对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100次嘛 然后要下来99次是吧 对 然后点杠 f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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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100次还是90 100次 哦 100次 我没有加x权限 那我就直接bash f就好了 是不是100 嗯 对 对吧 对 100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全部显示出了 嗯 所以就是说 不要循环 那么打开这个文件的话 你看到非常简单 也就是这个为为为为为去的时候 它执行 嗯 那么为forst的话 它就是什么 退出了 退出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改成until until的话是怎么样呢 until是你加上一个法 求法 嗯 如果要是i的话呢 是什么 呃 不小 就是说 这边的话 i如果要是小于100的时候 是吧 它是为for 对 那么求反 就是说 直到这个条件满足 这样说的话有点乱 嗯 也就是说呢 until的话 跟wil是相反的 wil是条件满足的时候 为true的时候 对合当真 until的话是什么 不满足的时候 对合当真 直到什么 这个条件满足了 就不虚化了 嗯 所以的话是这样一点区别 那我先把这个 求反的话取消掉 这个逻辑的话太太麻烦 那么不好理解 那我把它这边的话是什么 大于 也就是说呢 I的话呢 求反正值大于100的时候 嗯 那你就不执行这个循环了 明白 对合当真 这间循环就不执行 大于100的时候 它就不执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until 那么你再去执行它 嗯 多了一百零一出来是不是 对 那这时候怎么回事呢 你说为零的时候 大于100吗 不大于 不大于 条件为false是吧 对 为false的话 执行度以下 对合当真 直到它最后等于101的时候 不是 I等于I加一吗 对 那么100的时候 大于100吗 它又不大于 它是不是要执行 变加一啊 对 那变成101了吗 101回来了以后的话 是大于100 它就不循环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是他们两个的区别 所以特别怪了 这两个的话 你实际上知道一个 我觉得就可以了 知道一个就可以了 until和well 循环的话 知道一个就可以了 都是说一个表达式 为什么 为true的时候循环 或者为false的时候循环 until是为false的循环 那么well的话 是为true的时候循环 嗯 对吧 对 就这么一点区别 那么well和until的话 还有一点 这个 用法的话 常见的用法 这样 你刚说 vn vn 然后呢 v一个f 也 g 那我在这边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么还是什么呢 我现在的话 就是不不规矩了 大家看我就是不规矩了 还应该规矩一下 对吧 对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是我直接well 我直接加个true r ue吧 对吧 对 然后去 刚才拼错了 真是丢人的很 不要去 然后执行do 和dome之间的循环 对和dome之间的循环 true的时候 那它就一直循环了 是吧 一直循环 那么就是这样的 等于 我现在要读取 就是AA嘛 如果这个值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值为 那个 你想一下 Hello true for 这样我前面将有个摄影号了 如果这个值为 对 对 dome之间的循环 就不要去做了 嗯 不要做循环 保存内存 然后呢 直接执行bash g 是吧 嗯 就让我输了一个 哎 再让我输 然后直接输一个什么 DD这种退出 对吧 所以的话你看一下 那么就是怎么样 就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去读 因为你一直都true了 你永远回去了 那么永远回去了 那你一直读 就这个循环不断的去执行 此循环 那么循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如果要是你这个值 为DDD的时候 那么就是什么 BREAK 否则的话就怎么样 还是继续循环 继续放短 没有吧 这个循环就没有了没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BREAK的小板 没有了吗 明白了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循环 看一下 File循环 Well循环 那么这里面就是函数了 这个函数你要定一个函数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非常简单 是吧 我刚才打开的是哪一个来着 如果大家刚才这个没有看明白的话 可以暂停一下 可以暂停一下看一下 仔细琢磨一下 这个过程 嗯 对吧 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循环 VIEC下的IIT.D当中的HTVD 对吧 对 然后这个以后的话 你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循环的话呢 是 刚才是说 刚才那个循环是一个 然后这边是声明一个函数 你这边加上一个什么什么 Star函数 大个号里面的 这个大个号里面的 就是当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要执行的这些东西 嗯 这个我们在讲上上一章讲那个两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对 对吧 对 OK 那么这就是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如果要是取消掉变量或者取消掉函数都是一样的 onsight这个函数 嗯 或者onsight这个变量 因为咱们看啊 刚才做出来这个变量的话呢 之所以没有引起混乱 你看看这个变量的话用的道路都是 比如F 这些变量的话用的道路都是 是吧 对 但是我们之所以不引起混乱 是因为我们是在子效当中预计 嗯 这个子效关掉以后 这个I这个变量还在不在 不在 那假如说你是在当前摄像当中 是不是会引起变量的混乱 对 那你最后的话可以 但后面可以加上一个什么 onsight I 嗯 BF是吧 对 在这个后面的话加上一个什么呢 嗯 这样的话这个变量的话就不会 就就不会跟你当前那个变量的话呢 相冲突 嗯 你比如说你下一个讯法又用到I了 那这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冲突了 嗯 对不对 对 我想循环一百次 结果他循环一次就行了 为什么他最后一个值是99 嗯 是吧 对 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常见 所以的话onsight 啊 就是说onsight的一个什么变量的值 是吧 或者onsight的一个什么star这样的一个函数 都可以 明白了吗 onsight 也就是说你现在 也就是说现在 我怕大家不明白 这边不是side 这边是star这个函数 但是说定义完了吗 嗯 如果不想要的话 那你倒移到最后去怎么样呢 输入一个onsight 是吧 有star stop restart 等等这些 standards 等等这些把这些东西都onsight 这样 这个呢就不会引起你当前的这个事要 当然了不会引起你当前事要的这个冲突 当然如果你是在紫事要的运行 那就无所谓了 他倒入一下子的关键了 对 所以这个onsight的非常重要 你要经常去看一下会不会有冲突 这点是很多人都不会注意的 你都用那个I 你看这个放循环你用什么I 下一个放循环你还是用I 嗯 那这时候就弱起发了 所以的话好的习惯是循环完以后 你把这个循环的变量给它onsight 你尝尝的那些变量 你看我用AA用过很多次是吧 对 那为什么不会冲突呢 因为都是在紫事要里面 对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紫事要太短了 你知道吗 这个效脚本就那么五六行 如果五六千行 你敢保证AA不冲突吗 虽然我这个习惯特别喜欢用AA 对吧 所以就是你不能保证 所以经常要用onsight把它onsight掉 这边的话就是典型的一个球方 就是说乘方 它是说$1乘$1 A等于$1乘$1等等 这样的话也是乘方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刚才的这个shall部分 那么像SED的话呢 是比较麻烦 SED的话呢 它是更复杂了 就是说呢 它本身的话就相当一个小的shall 它也有自己的语法 但是呢 在试料里面的话 经常用到它来进行文本的这种处理 SED和AWK的话是一对 SED和AWK是一对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下一节的话呢 再来讲 SED和AWK的内容 下一节再来讲 OK 我们呢 上一章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大家自己呢 再看一下 那么我们说 照着我们的书本 是吧 这些全部都自己做一下 那么我们还要给大家讲了 调试技术 -V和-X 必须要-V-X 对吧 就是调试技术 OK 这一节的话呢 先到这儿 咱们 咱们 这些话 也说 咱们 咱们 谢谢大家